从 2021 年开始就一直有这个 Proton S70 MC Minor Change 的消息支出 可是一直到现在这款车我们都还见不到 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过去两年我国经历了这个 MCO 行动管制令加上零件短缺等等的问题 导致了这款车一直难缠 可是在最近我们终于获得了这款车的详细消息 而且它最快会在 2022 年的 5 月发布 所以接下来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就来讲讲这个 Proton S70 MC 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 首先第一点 S70 MC 在外观上面只会有小幅度的改进 虽然讲它的原型车吉利博越在中国已经有两次比较大程度的改款 一个是博越 Pro 一个是博越 X 但是马来西亚还是会维持目前的设计风格 只是在一些细节例如说水箱护照啊 还有一些失调变成黑色的处理 另外这个轮圈也会有改变 据悉 18 吋跟 19 吋的轮圈会更换新的设计 其中 19 吋的设计会跟这个博越 Pro 还有这个 S70 的 Special Edition 版本一模一样 另外外观的颜色据说也会增加这个蓝色啦 不过以上都是原厂还没有确定的消息 所以这个传闻我们就先听一听 第二点 内装 虽然讲博越在中国推出了个百万纪念款内装方面有一点小小的改变 但是马来西亚基本上还是一模一样 触屏主机还是7寸的触屏主机 硬件方面没有提升 然后软件也没有提升 最大的改变之处在于整个内装变成了跟 S70 Special Edition 一样的黑色 黑色看起来是枯萱一点 但是也会比较有压迫感 如果大家觉得黑色有压迫感的话 可能可以选择下有天窗的版本 没有错 这个 S70 的 MC 呢 同样的还会有维持着一个天窗的版本 所以在安全配备方面 同样的也是维持目前的配置 也就是说有着一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有着一个车道便宜辅助系统等等等等 这一方面基本上是没有升级的 而这一个 S70 MC 呢 最大的升级点 也或者说最大的改进点在于它的动力配置 第三点 就是要讲到它的引擎 其实在一开始呢 S70 要 CKD 的时候 我国人媒体 FANTASICO 就传出了一个生产计划表 表示 S70 的 CKD 版本会有 1.5 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但是在发布之后呢 还是只有这个 1.8 的涡轮增压引擎 只是变速箱从 6 速的自排变成了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这一点我们向原厂询问过 原厂表示马来西亚的消费者觉得 1.5 公升的引擎推动 那么大台的 SUV 其实动力不足够 所以他们才会维持这个 1.8 公升的动力选项 可是在测试的 MC 呢 1.8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确定更化成了 1.5 公升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跟 S50 是一样的 177 PS、175 HP 还有 255 Nm 只是匹配的变速箱呢 会维持在这个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之前在 CKD 版本取消的 Overview Dry 特型 在这次 MC1 会重新回归 所以它会从原本的 4 个车型变成了 5 个车型 分别是 1.5 Standard 1.5 Exact 1.5 Exact Overdrive 1.5 Premium 还有顶级版还是维持 1.8 公升 4 缸的 Premium 车型 有天窗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对这个 3 缸引擎不信任的话 可以去选择这一个 1.8 公升的顶级版本 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为什么在这个 S70 的 MC 上面会更换 1.5 的引擎 目前 Proton 已经在这个 Tanjong Marlene 的 Proton CD 呢 生产组装这个 1.5 公升的 3 缸涡轮的镇压引擎 在此之前不管是 1.8 的引擎也好 1.5 的引擎 其实都是从中国入口 这样无形中会提高这个车辆的成本以及需要佼佼的税务 而目前原厂在本地组装这个引擎的话 可以避免的运输费 税务等等的问题 可以降低车上的成本还要提高他们的利润 这一个是最重要的环节 毕竟开门做死你 谁都是要赚钱的嘛对不对 所以其实呢 Proton 有这一个做法 我们还是可以表示理解的 只是之前原厂表示 本地的消费者不喜欢 1.5 公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 因为觉得推不动 难道现在 消费者突然间喜欢了吗 不过以上只是开玩笑啦 重点是呢 这个 1.5 公升的引擎 由于是新的技术 所以实际的效率 并不会比这个 1.8 公升的引擎相差太多 目前官方的数据 1.8 公升引擎的 S70 0-100 加速是 9.5 秒 我们以中国的博越 Pro 做参考 中国的Program Pro 同样搭载的是这个 1.5 公升的引擎 只是匹配的是 6 速的 i-SIN 自排变速箱 0-100 加速是 10.5 秒 相差 1 秒 实际上这个差异也并不是太大 而且新的引擎在效率比较高的情况下 它可以有更好的油耗表现 我相信不少的 S70 1.8 车主都有表示 油耗可能偏高了一点 如果在更换了 1.5 公升引擎之后 油耗有所降低 对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 毕竟现在油越来越贵了 你说是不是 售价方面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但是根据一些未确认的消息指出 因为采用了大量本土化的零件 就包括这个引擎在内都是本土化的零件 所以可能在输入方面还会有一点点的减免 因此我们预计呢 这个新车的价格 最起码会维持 甚至有可能会便宜一点点 但是一切都还是要等待这个原厂公布 以上只是我们的猜测 至于在发布时间方面 据悉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会在下个月 也就是5月发布 所以大家现在订车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拿到这个 1.5 公升的版本 实际上我个人对于这个三缸引擎是没有特别的意见 不管是三缸引擎也好 四缸引擎也好 可以满足需求的就是好引擎 不知道你对这个 S70 1.5 公升的版本有什么看法 你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接下来呢 我们有进一步的消息 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所以请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还有我们的网站 好啦我是Ivan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S70新车的简短介绍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真的记得要留守咯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